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短线交易公司的视频专栏 今天是2019年3月1日 我是FX368财经学院的金融培训师戴冲 我们来看一下美元之处走势 昨天是两月份的最后一天 今天又是本周的最后一天 所以在昨天我们来看的美元之处 昨天的策略是看涨美元 在跌到前天这一波回调 靠近低点之后 我们看到这里出现起稳的状态 其实这里是一波入场看涨的机会 昨天又在我们走进短线交易工作室的课程中 我们这里去看涨美元 做多了家园和做空龙黄金 各种非美多一波很强烈的下跌 那么这一波起稳之后 也就验证了美元指数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双底支撑 那么月线级别上个月收完线 那么还是处于一个阳线状态 那么周线级别呢 今天将留下收盘价 所以今天的收盘价如果日线级别还是能够上涨 形成阳线的话 那么周线级别也就留下了一个比较长的下影线 那么看涨的趋势人就不变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各种非美 先看一下欧元 欧元昨天我让大家来看参考是 是否日系级别60美元是否能够继续获取压力 那么昨天盘中一度突破了前高 那盘中时候认为这里欧元可能破位了 那么不太好追空 所以我们没有去操作欧元昨天 那么今天这么走势 看来非常明显 日线级别的这个60美元呢 人就是有压力的 那么昨天留下的上影线 高点呢将到期之内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压力 所以今天来看一下 今天是否能够跌破昨天和前天的两天的最低价 如果今天有右侧的信号向下下跌 跌破昨天和前天最低价 那么欧元将有可能这里日线级别 形成阴线的话 那么这波欧元反弹也就结束了 所以今天呢 现在还不太能够判断 所以我们耐心等等看 那么总之 如果向上拉伸到昨天高点 我们可以空 那么如果这里盘整之后 如果不是今天或者下周的话 任何时间点盘整之后向下跌穿 前两天这个低价的话 我们人就是可以右侧去看欧元 我们来看一下英镑 英镑呢 这里的打到前期的一个高点之后 目前没有上冲动能 但是我们也并不能轻易做空 那么因为下方的均线支撑还很强 昨天给大家策略是 英镑看着一小时的60M进行做多 短期之内的英镑 这里一小时位置呢 如果这里有防守的话 还是可能会去拉伸 去找这两天的最高价 那么短期之内肯定会有盘整 因为前方的压力高点压力很强 那么下方还有支撑 那么英镑有机会走出盘整相提的走势 那么就算如果跌破了一小时60M 四小时60M下方也有支撑 所以我们要观察下方的每一个级别的支撑 顺势看涨 那么澳元 我们前天在这里做空 然后平掉之后 昨天又反抽了一波之后 然后又回落了60多点 所以澳元这波夏天呢 趋势性的 小级别趋势性的动能还是比较充足 但是大级别的这个盘整相提 是否能够守住 还是说到支撑 因为澳元这里盘整之后 反复的拉伸之后 都不能创出新高 而是在这里两次获得压力之后 那么我们看 有机会如果这里盘整好之后 右侧向下跌破相提的话 那么澳元将有机会去回落到 这一波上涨的黄金分贵 61.8%的位置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去买多 纽约昨天呢也 也是啊 那昨天我们纽约想木标进场卫视 半小时的又声明 或者本轮下跌的反弹的618 但是它并没有反弹那么强 我昨天美国的GDP数据公布 美元见底 然后各种分别开始下跌 所以纽约我们今天仍旧是尝试做空 来观察一下一小时的六十枚 一小时六十枚呢恰恰又是 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盘整区间的最低价附近 所以打回到这里一方 我们可以考虑入空 那么这是黄金 黄金我昨天给大家 前天给大家画的这个三角形 区间呢 我们前天晚上在这里去路空了一次 打到前地附近获利老街 然后昨天其实又是一次机会 昨天的专栏测试里面就想过 如果回抽到黄金的这个三角形的压力区 或者四小时一小时均线位置 这都是我们路空的机会 那么昨天我们上课的时候又在这边再一次路空 有一波短线机会 那么其实一共跌了也不少 又破了新低 所以黄金现在目前走势呢 它的下跌趋势 顶部反转已经确认 所以我们黄金接下去的走势 就是一路看空 只要有反弹到均线位置 我们就一路看空 那么今天关注一下一小时的60nm 和一小时的60均线 打到这位置一定还是继续路空 那么我们看一下美元对日元 前天我们在下方 前天我们在下方去买多了美元对日元 那么昨天呢 其实也是想要打算计划去买美元对日元的 但是我们的路场机会没有触发 而这里直接美国数据公布之后 直接向上突破 那么到现在一共不走了八十九十点 那么美日的这里的区间也被上破了 和我们的预期是一样的 那么当然没关系 今天还有机会 如果再回调 去寻找半小时的60均线 我们仍然就去尝试买多 只要达到这位置一定去看着 那么我们昨天呢 还做了一个美元对家元 在这个地方买入了一次 然后获利三十多点空间就走了 那么美加现在大格局呢 还处于震荡 短期之内看 并没有能够抬升之后 把钱高能够站稳 所以美加今天我们先 短期之内先放一放 那么看一下它的走势 如果向下跌 跌到了前低 我们这次买多 就做一个大宽幅相提震荡 跌到前低 就是买多 那么美元对瑞朗 美元对瑞朗昨天 没有操作 很难操作 因为在前天的时候 美元对瑞朗的这个 日行级别六十MN被支撑 那么昨天再来一次回调 并且打穿了这个前天的 最低价 当时盘面会让我们非常迷惑 那么但是接下去 这个四小时 十字新市完之后 这波上涨也很强 所以昨天美元向下跌了 七十多点 再反弹了七十点 这里的走势 我们还是比较难把握的 因为毕竟对于前天的 最低价有过破位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这波走势 如果再有回调的话 找一下回调的空间 如果这波上涨 有机会回落到 百分之六十一点八的黄金分贵 零点九九五四左右 这边仍旧是我们买入来涨的机会 OK 零点九九五四 那么上方 我们现在不要去追 因为昨天破位之前 上方的被套牢盘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耐心可以再等等看 好 我们说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 也给大家画了一个三角形 我们建议大家 昨天呢 如果有机会 昨天没有到 有机会进入到前方的水平压力 第二个水平压力 和第三个水平压力 这个三个压力区间 都是我们要考虑等待机会去入空的机会 那么什么时候出现有看空的信号 我们在这边呢 尝试看空 因为第一道关口已经被站上去了 所以我们要等到第二道关口 到第二道关口 如果没有办法站上去 或到第三道关口 只要出现我们 我的短线爆破密局的时空陷阱信号 我们就可以入空 那么最后说一下原油 原油 在机制内呢 那这边要盘整 和我们预想的一样 因为下方有均线支撑 有突破口支撑 上方的有新的高点压力 所以原油短期制内还需有盘整 所以原油没有参考价值 没有交易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等待下一周 再看原油的走势 好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今天为大家 把各个品种都分析了一遍 下一周再为大家做后续跟踪 那么今天晚上九点钟呢 会有我的公开课 欢迎大家来收看 感谢观看